穿衣戴帽是我们个人的事情 但怎么穿戴仍然有一定的规范和礼仪 遵守这些规范和礼仪 服饰就会给我们的形象加分 否则就是减分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穿衣戴帽上 究竟要遵守哪些规范呢 新华大学彭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彭林说理之 穿出精彩 穿出精彩 在社会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有的人穿衣服 虽然衣服不一定滑贵 但是衣服和人很和谐 怎么看怎么舒服 而有的人穿衣服 怎么看都有些别扭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前者在着装上符合一定的礼仪 所以衣服就能称作出人的气质 那么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穿衣打扮 要想体现出自身的气质和修养 要遵守什么样的着重礼仪 新华大学彭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彭林说理之 穿出精彩 我们每个人都要穿衣带梦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你身上的这件衣服 其实我们能跟人见面 我看看你穿的衣服的样式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人历生促世的一个基本的风格 我只要看看你衣服的色调搭配的怎么样 就可以知道你的文化素养如何 再看看一件衣服在你身上 你是怎么个穿发的 这帽子是真着戴的还是歪着戴的 这衣服是散着的还是扣着的 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你的基本的生活态度 所以这个服饰再加上你的容貌表情 实际上就构成了你的一个文化形象 我们见到一个人 我们会对他有一个基本判断 这里面是离不开衣服的 如果你的衣服穿的有问题 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我们这里先来说两个小故事 一个就是启公先生的老师 陈元安先生生前提到过的一个叫做马鹏修荣 什么意思呢 就孔子有一个得意弟子叫子贡 大家知道 这个人呢 有一天去拜见一个朋友 结果走得太匆忙了 没有修饰龙貌 结果到了人家门口 被门卫拦住了 你看你瞧你那样子 我们主人怎么可能跟你这等人做朋友 跟你交往 因为那个门卫不认识他 就把他拦住了 你不够资格 哎哟 这子贡这才发现自己容貌 衣食太随便 所以赶紧的看附近有一个马棚 赶紧就钻进去了 到里面把衣服捣齿整齐了 然后再跑到那里求见 人家一看 差不多就让他进去 那么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你容貌衣衫不正 会被人家瞧不起 甚至公共场合不让你进去 我看到过一个材料 就东南亚有一个国家 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有一个外交官 穿得很随便 穿了个T恤什么东西 就跑去想参加了 结果被人家在门口就拦住了 你是外交官也不行 你这身打板不配来参加我们这活动 所以古今它是一样的 甚至古人从一个小孩 从一个成年人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来推想你这个人的一生会怎么样 可能我们看过左传的很多朋友就知道 这鲁国有个鲁相公 那么他死的时候 这儿子年龄很小 结果穿着上服 他还在外面胡闹 上服是白的 弄得脏的不得了 旁边的人就看了 糟糕 连一身衣服都导致不好的这么一个人 他将来怎么可能当一个好的国君 结果不幸而被严重 这鲁相公就是昏君 有衣服来看看你的人身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衣服不能不重视 所以你想想看 中国人把这个衣服是放在一个涉及到你的形象 涉及到你的修养这样一个东西 甚至我们一讲衣服就代表着中国 周一里面讲 皇帝遥顺 垂衣裳而治天下 我们古代诸侯盟会 公扬传里面都把它叫衣裳之会 因为出去会间的那些诸侯 大家这个衣服一看是一个文明上国 衣裳之会 我们一个人的家里 如果出了一件能够光耀门地的事情 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说 这是我们家族的衣冠盛事 荣耀我们这个家族的 他一定要跟衣冠联起来 是吧 我们一个家族出了很多有名的人 那我这个祖谱就叫衣冠谱 这东西在别的国家不会有 中国人在衣服上所展现的文化 我想是很少有国家能跟我们比 我们古代做将军的有将军的服装 做士兵的有士兵的服装 做学生的有身援服 做官的有官服 我们到了后来 做官的这前面都有一块东西叫补子 知道你是极品官 就像军衔一样的 一看你是少将还是中将 我古代那一看就知道你是极品官 这个多有 我们古代在衣服上能够体现出你的职业 我们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比方古代法官 有法官的服装 我们中国人传说在尧顺的时候 有一个法官叫高尧 高尧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每次碰到他判断不了的案子的时候 他会找一个衣角神兽来帮忙 这衣角神兽是什么呢 这两个字很难写也很难认 叫谢字 这个谢字什么呢 据说长得有点像一头羊 但是它中间是一个角 那么他有一种本事 一群人站在里 他马上知道谁是坏人 两个人要打官司 他知道谁是错的 所以一旦高尧 他判断不了的时候 就把这个牵出来了 他马上就会冲过去 冲 拿这个头去冲 不指责 这是你长座椰座的那个人 他马上就撞了 最后一审果然就是他 所以我们从汉代以后 法官就是戴的一种帽子 叫谢之官 这个衣服也叫配套的一套东西 你看就是法官 这个天气古今是差不多的 我们读礼记里面它就有一些话 对这个是做规定的 礼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劳务谈 你在劳动 汗流加倍 再热 你不能坦胸入背 不可以 那样不文明 人家过来过去看到了 成熟其统 我的家乡 这个是一个江南的水乡 我们那里到处是桥 那个桥都是坡度非常大 哎呀 现在都给平掉了 平掉了 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类车的车夫 那工人非常辛苦 他是车子上拉着人 他要爬坡 爬到上面以后 要往下冲 都非常危险 他们哪一天不是汗流加倍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类车的功能 他是光着膀子的 再穷 他有那种尊严 礼记上还讲 鼠雾千丧 鼠天 天非常热 你不要把衣装撂起来 我们现在有些人一到夏天了 就把那个汗衫的往上卷 一直卷到这个地方 这衣服穿个不穿 意思也不大了 差别也不大了 再热 你不能往上撩 你在房间里没关系 但是一旦出来 你面向公众了 你走到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了 你要穿戴整洁 我们不能强调天气热 这个没有道理 要热大家都热 对不对 这太阳它是公平的 它不会只晒你一个人 它这个三十九度四十度 是面向整个地区的 你一杯晒了一个四十度的鼠天 人家也是 我们现在看看 北京市的交景 其实外地一样 我看过一个材料 它所占的地方 地面的气温能达到五十六度 但是没有一个交景 是光着膀子在那里 劳务坛 属务 千丧 这是我们文明民族的一个传统 前两年庆祝国庆六十周年 结果前两年正好是 气象资料说五十年以来没有的一个库术 我们有上万名参加国庆阅兵的同志 在阅宾村里面两个月 后来庆典过了以后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许许多多资料 就是他们训练的情况 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天很热 就光着膀子在那操练 每个人都穿着整整齐心 这体现了一个很高的文明 这人要把自己要管住 其实我们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要管住自己 孔子叫他的学生 要他们约之于理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要想到 自己的行为是要受到文明的约束的 我们不能为所欲为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穿着 他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情怀 穿什么怎么穿 他往往和这个人的修养和品味息息相关 但只有符合礼仪之道的穿着 才会使衣服和人和谐自然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穿戴 才符合礼仪之道呢 中国古代的着装有所谓三级 这三级指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把穿衣服 看作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 特别是孩子 晚上这衣服乱放乱丢 抓起来穿的时候 也没一个规矩 两千多年前 我们这个礼记里面 就规定了 一个晚辈 一个孩子 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门功课 就是穿戴 我们是个文明古国 这文明古国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衣冠服饰是非常讲究 古人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人 严肃的人生态度 从早上起床开始 一丝不苟的按照要求做 那么后来这个东西成了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 这个人 要看上去朗人精神 就是衣服穿得要得体 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朱熹 那么他就谈到 小的时候 家里面大人告诉他 穿衣服要做到三井 这三井呢 就是帽带要紧 腰带要紧 鞋带要紧 现在我们看到 有一些影视界的一些 这个大腕 在电视里做嘉宾的时候 他的帽子他不戴 他歪的 或者朝后面戴 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你是个公众人物 好 我们这孩子都学你 这帽子都是歪戴的 这朝后面戴的 那么整个是会看起来 这孩子就是说很散漫 会给你有这样的印象 而且这孩子他如果想到 每一件事想到 这东西我要正 对他内心会有一个提示 带得很正 身上的扣子 有一个扣子都要记上 我们军队里检查军容风计 在最上面一个扣子 叫风计扣 再热的天 这个扣要扣上了 其实大家回去对着镜子感受一下 你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 跟这个扣子不扣 这感觉很不一样 那么扣子一定要扣上 这个腰带一定要束紧 为什么这睡衣 它不太适合在正式场 它很宽松 我们在正式场 你看大半在正式场合 包括解放军的衣服 腰里面一定有皮带的 要把它收紧 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拿那种很松的衣服 宽袍大袖的 到大庭广众当中去 另外这鞋子一定要 鞋带要记紧 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是发现 现在女孩子都流行穿拖鞋 那就没有鞋带的问题 就踢里踏了到教室里面去 我在学校上课 经常有时候看到会议有同学 一看怎么穿拖鞋 我把它叫过来 这是教室 不是澡堂子 怎么能穿个拖鞋就行了 最后我才发现 现在穿拖鞋是可以上飞机的 那么穿个拖鞋不方便 也不文雅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提议 我们在正式场合 不要穿拖鞋 我一年到马来西亚去 那个地方因为天气非常热 尽管这样 我还是批评了 有一些听众穿拖鞋 结果他们听了都接受 要说老师你说得很对 再热 但是在正式场合 我们不应该穿拖鞋 所以三井 大家想想看 把帽子戴得很紧 这腰带系得很紧 鞋带扎得很整齐 那么这个人的精气神就出来了 三个地方都匆匆夸夸 稀里化了 这个人就让人觉得 就是说 有点玩世不恭 不是太好 也许他内心并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这客观上会给人有这样一个印象 有人会说了 穿衣服要体现人的精气神 那很简单 买价钱很贵的名牌 那么是不是价钱越贵 就越能体现出着装的礼仪呢 第二点穿衣服 就大家千万不要去找名牌 这个衣服价钱越贵 我这个面料越挺刮 就说明我这个人越懂礼 你看我穿一件这么好的衣服 中国古代礼仪的精神 恰恰是反对这样 所以地质规里面有一句 叫衣贵节不贵华 这衣服最最可贵什么的 你把它洗得很干净 而不是说他有多值钱 甚至公开的反对穿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一个人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 这是不能选择的 你出生在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 这是不能选择的 但是我们一个人通过学习 使自己有崇高的精神境界 有非常好的学问 那么这个东西通过自身的努力 是可以达到的 要比这个东西 孔子就非常反对 要把衣服穿得特别滑 他有一天赞扬他的学生 他说衣避运袍 避就是破旧 衣就是穿 穿了一件很旧的 一件袍子 于衣狐贺者立 和那些穿着狐皮衣服的人 站在一起 而不辞者 岂游也于 不觉得可耻 这是什么可耻的 衣服嘛 就是预寒嘛 遮羞嘛 是吧 然后你家里有钱 你买这么贵的 我家里没钱嘛 可是衣服的基本的功能是有的 而且我内在比你要丰富啊 你是得意在一个表面的衣服上面 我是什么 我是在学问 在内在的里面的东西 我穿一件很旧的衣服 和你站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什么好可耻的 能够做到这样 一种有自尊 有自信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精神 这除了儒家 道家也是这样 庄子里面就是说 君子披荷怀育 那么一个君子呢 披就是穿着 一件很粗的一个布衣 可是他怀抱的 他胸怀里面所拥有的 却是欲 我有欲 所以我用不着跟你比外表 我有欲 我就自尊 我就自信 我们清华大学在解放以前 1925年 有个国学研究院 里面有个很有名的教授 叫陈寅确 他回十几个国家的外语 他流洋回来 可是他回到国内 他就穿一件长衫 去上课了 他也不是夹个皮包 夹个什么 他是一个布的包袱 把书摆在里面 就夹着去上课 可是人家 这个衣服很干净 很得体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就是要想到自己 更多的求内在 但是外面的 一定要合于礼仪场合的要求 要整洁 要干净 所以一个小孩子 我们古人讲 童子被衣求上 小孩子别让他穿皮奥 从小让他就觉得养正处优 这不好 那么对于孩子的教育 《地址规》里面讲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当自立 你到学校读书了 你的德行才艺 不如别人 你要自己 要鼓励自己 我得要赶上去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起 吃的没人家好 穿的没人家好 这个有什么难过的 孔子的学生 颜回 一单吃 一瓢饮 聚露相 人不看其忧 哎呀 说这能怎么吃这么差 就拿一瓢水 拿着很简单的东西 住在一个破旧的一个巷子里面 哎呀 这怎么活得下去啊 鬼也不改其乐 他出身贫困 可是他始终怀有一种追求学问 追求真知的那样一种热忱 那么这才是最重要 穿衣服很得体 并且不松松垮垮 还很整洁干净 这已经符合了社会生活中 我们对服饰的礼仪规范 但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 那么符合礼仪之道的着装 还有哪些要求呢 第三一点 穿衣服要符合职业的要求 那么我这里要特别说到的是教师 我也当过中学教师 那个时候有一些老教师传帮带的时候 我觉得很注意对我们这个叫教态的要求 你往讲台上一站 你这个身上尽可能不要拿一些和教学无关的东西 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什么今天挂高耳醉 明天又换了 这个地方弄在衣服外面有一个装饰 明天又换一种颜色的 拿着衣服今天一件 明天一件 这小孩子说老实话 这东西是最能吸引他受益力的 小孩子都说 这老师今天挂掉耳醉 是什么的 大概多少钱 老师今天衣服真漂亮 老师什么 所以我现在在清华教书 说老实话 我这个身上尽可能把那些东西减少到零 我就不会衣服上 这里有一朵 那里有一朵 这里画一条什么东西 那里弄的衣服 没有 往那里一站 我身上没有别的东西 你就听我讲课 我们甚至就是说 参加工作了买一块手表 那时候都很稀奇的 叫三大件 这手表都拿衣服遮住 要看几点钟了 要转过身去擦黑板的时候 很迅速的 很快的 看一下几点 马上就遮上 就不让学生在这个上面分散注意 所以下了班怎么穿衣服 你上街了 那个是另一回事 到了教室里面 我们的职业是教师 我们必须对自己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第四呢 这衣服要跟场合相一致 我们说到在家里的衣服不能穿到马路上去 这被窝里的衣服不能在宫中场合出现 另外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婚礼 那么你穿的衣服也应该要跟人家的气氛 要相适应 如果去参加一个上礼 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来说参加上礼 只能有两种颜色 两种就是最自然的色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这表示做一种最本真的一种颜色 现在我们有些人不懂 穿着一件大红的衣服去参加上礼 或者外面的衣服是黑的 这领带是花的 那么还有的女同志 就是涂着指甲 涂着口红去参加上礼 让这个人家很生气的 你那么高兴 因为你涂的这个样子 是内心非常高兴的一种流露 今天过节了 今天我要见一个什么人了 你才会这样子做 处处你要修饰 那么参加上礼这种都不可以有的 当然参加婚礼 你不能穿的比那个新娘子还要光鲜 最后人家以为你是新娘 这宣宾夺主 不同的场合要注意 第五点 就是服饰要体现自身的素养 我们讲到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路 这个子路啊 这比童子小九岁的 他以前是个街头小混混 我们看史记啊 看王冲的论痕啊 都提到他 他这个内心玩事不公 做一个街头小混混 他一定要反映在他的服饰上的 不信你出了门你去看看 他的服饰是四个字 叫做带鸡配腾 就他头上带的一个东西啊 带的一个帽子啊 大概很像公鸡 因为他好斗啊 这公鸡是好斗的 那么身上那个配饰呢 是一个公猪的 猪皮的什么东西做的 还是一个什么 这个呢 很多书上的解释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公猪他又好斗啊 他身上就弄这么稀稀八怪的东西 你把那个公猪的东西弄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这能表达什么思想 可是他就喜欢这个 见到孔子非常无礼 后来孔子很厉害 用礼仪来教导他 影响他 子路才发现自己啊 怎么这么野蛮 后来就把自己身上的这套东西都拖了扔了 然后换上儒者穿的衣服 然后请人 能不能帮我跟父子说说 我想做他学生 后来就跟着他做学生 学得非常好 刚才讲的 他穿着很旧的衣服 他不觉得难为情 最后这个人做了 在好几地方做过官 最后魏国发生一次内乱 在这个内乱当中 他这个被人家一刀把这个帽子的这个阴带砍断了 这位都上来了 眼看就要死了 结果他在最后那个 他还是讲 君子死而官不免 有一个君子的形象 结果死了 这个帽子掉了一塌糊涂了 他非常从容 把这个带子结好 就被人家看死了 那么这个衣服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 他内心的追求 基本上这样的 我们以后到马路上 到家里 到哪里 你看看周围的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怎么打扮 往往跟他的内心的追求 是一致 最后一点 我们也说到 这个服装 要尽可能体现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 其实世界上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个服装的系列 这个服装是这个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和当地的自然风貌 人文景观 生活方式 像一致的 我们中国人的服装 我讲 世界上最灿烂 有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 他看了我们一些古装戏 就是汉朝的 唐朝的 还有什么大明公辞 他们就非常感慨 说你们古代的服饰是非常漂亮的 这东西是中华文明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致 我们的衣服不仅很漂亮 而且跟我们的文化是一致的 中华有一个陈云雀先生 他的学生到他家里来看望他 就他父亲在 那么这样这个里面的身份 有父亲 有儿子 有老师 有学生 有主人 有客人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做根力的问题 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下次再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陈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 好 谢谢大家 在不同的礼仪场合 我们应该怎样安排自己和他人的位置 才能做到布施礼呢 面对不同的人 我们究竟是该坐着 还是该站着呢 人们常说 坐由坐向 站由站向 那么这个坐向和站向的标准又是什么 在生活中 我们究竟该怎样安排自己的位置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彭林说理之 我的位置在哪里